长流美术馆日前举办展览 展出24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内容涵盖水墨 油画 雕塑等等不同领域 来自日本的中岛玉丝 他用唯美的笔触记录下日本的乡间小径 而台湾的艺术家袁金塔 用纸雕呈现东方的品茶美学 各种不同的纸雕茶壶 九个成一组整齐的陈列出来 有的用扑克牌样式当主题 有的则是结合了不同的动物 这是台湾艺术家袁金塔的作品 茶是我们东方的饮食 一个很重要的美学 我们跟西方做一个特色的对比 因为我们做艺术要走为东方如明 强调东方的元素 所以我希望说我的画像四川 你打开一个窗一个洞一个格子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美好未来 长流美术馆的意气风发 一文发表会这次展出 24位艺术家的作品 内容涵盖水墨油画雕塑等不同领域 除了来自台湾的圆金塔 还有在日本屡屡获奖的艺术家 钟岛玉斯 唯美的乡村小镜 反映出日本的淳朴 钟岛玉斯为了让观众看到更多副作品 还刻意选用小巧的画框 我喜欢自然的风景 普通的风景 但是在那里 没有看到空气 温度 风 我喜欢自然的偉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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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自然的 展场也可以看到许多现代元素 像是超级英雄系列的油画 以及扭曲各种颜料的抽象作品 来自中国大陆的艺术家李孝晨 用许多同系列的画作 拼成一幅大型作品 在书箱里 他还用水果隐喻书的价值 一个主题 如果说你一下画十张 二十张 一个主题的话 这样的话 他就感觉到这个不一样 从气势上 他感觉到很有力量 如果说是用那个语法来说 就像一个排笔巨要 台湾艺术家张文松和刘国良 用画笔记录下原住民的生活 让观众借由画作 更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以及服装特色 像台湾族他们的服装 那个细节很多 细节很复杂 对 比较难画的是他们的服装 除了画作以外 一系列的裸女雕刻 有的单脚跪姿 有的大方而作 在展场里面 吸引了很多目光 这次艺术发表会 为观众带来更多元的视野